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 有时候一些小青年跟台长聊起过 人生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到底为什么 实际上有时候在会上 我觉得有些小青年觉得 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些理论 这些知识 那么到底活在世界上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实际上答案就是在你本身 你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做善事还是做好事的 你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行善积德的 你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你下一辈子奠定基础了 你到了这个中转站 能不能在你下一辈子 继续进行你的旅程 所做的奠定的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每一分钟都不要浪费 每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 很多人天天 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浪费当中 有的人打麻将 有的人喜欢到坠落不止喝酒 有的人喜欢旅游 有的人喜欢聊天 吃饭 实际上这些是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还是用你自己本身的良心和你的境界来判断的 因为每一个人境界的不同 他可以让他得到不同的回报 也就是你如果是小学的水平 你永远不能知道大学生他学的东西 你如果是一个大学水平 你永远不知道研究生他在研究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们不管学什么 都是要好好的学 都是要能够理解 好 那么台上呢 继续给大家说因果 我们说有因就有果 反过来说有果就有因 因果是什么呢 刘卢简单的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因为你的因果灭力所为 所以你这个豆呢 长得好坏 跟你种下去的种子 是很有关系的 很多人以为 我们所做的种子 不管是好是坏 一定能长出好的果实出来 种子的好坏 实际上就是你心灵的 那个种下去的田 所以佛法经常说叫种福田 你今天把这个福自种在地板上 种在了你的心里 它在地板地上就能长出福出来 在你的心灵也能长出福出来 你今天把这个胸 种在了你的心田当中 那你心中所长出来的一定是凶灾 你今天恨人家 一定会被人家恨 这也叫因果 你今天骂人家 你一定会被人家骂 这也是因果 你今天帮助了人家 人家以后帮助到你 这也叫因果 所以因果丝毫不爽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因果报应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因果 那么大家知道 古时候说 君子有所为而为善 也就是说 我们做君子人的 我们要做善良的人的 你所做的一切 如果你只要做出来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为善的事情 因为你是君子 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一样 学佛人不能骂人 学佛人不能吵架 学佛人不能称恨 学佛的人不能贪称痴 而甚至学佛的人都不能骄傲 因为骄傲 会让你 往下 你的境界 就会往下 所以 你既然 把自己称为学佛人 你就要 为善必行 所有你的行为 都要 有善良的举动 则其为善 也必不争 何事谈及因果 如果一个君子人 如果一个君子人 你的行为表面上是为善 但是呢 你的意念 你的出发点 没有真心真意的 想去帮助人家 那你这个事情 何谈真呢 而且何谈因果呢 也就是说 你也是一个不懂因果的人 虽然你是君子 但是你还是不懂因果 因为你没有把真正的因果 学到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们要懂因果 要真正的 要害怕 因为你所种的因 它一定会有果的 你今天肠胃不足以 你的胃一定会不好 你今天天天的做坏事 你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所以这些因果道理 不但我们要从面上去学 我们还要从它实事上去学 也就是要做善事的时候 更要懂得用心 要真的去帮助人家 那么才谈得及你懂因果 父无所为而为善 只可以与上至之人 也就是说大丈夫 无所谓 无所谓 什么事情哪怕都做不成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而为善 你只要抓住一个善良 像这些话 只能对上至之人讲 也就是说 有充分 聪明和智慧 对现在的人讲 就是要对那些学佛的人来讲 他们明白 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以善待人 其实这个就是有充分智慧之人 那么有的人觉悟不高 是中人以下 那么一般的像中人以下的 他们呢 是必自由所劝而厚善 也就是说 他们中人境界不高 善事还没有所为 他们要听人家篡导之后 而开始修行修善 这些中人以下的 也是说他们也有善根 但是呢 他们没有发掘和挖掘他们的善根 他们必须要有人帮助他们 开悟他们 他们才知道 啊 我应该多行善 今日无所为而为 是主人向善之路也 也就是说 今天有很多人 根本做得不好 而拼命去做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而拼命去求 去为 也就是为他去做 实际上 是主爱人向善的路 明明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拼命地去做 明明不应该贪的事情 你去贪 明明求不到的事情 你去求 明明很愚思的事情 你非要去而所为 实际上 这就是主人向善之路 这些就是主爱你 人心向善的道路 大家想想看 整天想种六合彩 整天想发财的人 是不是他还会布施吗 是不是主爱了他向善之路啊 他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肯做 什么恶事他也不管 他为了赚钱 这个是不是主爱人向善之路啊 所以 圣人 以佛道 佛菩萨 来作为教育 所以聪明的人 是以佛菩萨的境界 来教育众生 还优在于神明 也就是说 在暗中 我们称赞 那些古时候的圣人 我们称赞 菩萨的伟大 所以 学佛 实际上 就是 要学的精神 这些教育 到后来 也是让你学到 佛的精神 实际上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 生死之处 精气为物 由魂为变 所以 是故之 鬼神之形状 实际上 一个人靠的是 精气神 精气 他可以成为一个物质 神 神 实际上 就是 游魂 也就是说 一个人靠的是 精气神 我们说 这个人 有精气神 实际上 说明这个人 很正常 精气 说明这个人 有气场 这个人 有气 他才 还说为人 精 说明 他有一种 人特殊 所拥有的 一种精神 一种气质 但是呢 如果 仅仅有精气 而没有神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 废物 那你就像动物一样 因为神 就是你的灵魂 从 音界 讲起来 神 就是 游魂 未变 他这个精神 会变的 实际上 人的 身体 和肉体 它是永远 不会变的 你的两条腿 还是两条腿 不会伸出 第三条腿 你的两个手 还是两个手 不会伸出 第三只手 你的眼睛 是两个 你到死 还是两个 这围不动 但是呢 魂会动 为什么很多人 过去很好 后来越变越坏了呢 因为 他的精神变化了 他的神 变了 为什么很多人 本来精神很好 突然之间觉得 精力不够充沛 实际上 他是神 远离之 神魂颠倒 神魂颠倒 讲的就是 他的精神 为变了 当一个人 精神变的时候 他的神魂 就是在变了 当一个人 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是 神魂颠倒了 当一个人 以不好的事情 为善事 以好的事情 为恶事 这个人 实际上 就是神魂颠倒之人 所以 要管住自己的精神 要管住自己的神魂 要管住自己 不要去做恶事 自古以来 很多自恶事的人 被抓进去 甚至被判决 死刑 很多人就有一句话说 哎 这个人啊 魂魄离身啊 这个人啊 魂都没有了 所以他才 做出这种事情啊 大家要记住 精气神 为人之本啊 一个人 要靠精 要靠气 要靠神啊 才过去 大家都知道 鬼神呢 这个情景呢 是虚淡的 也就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 虚无缥缈的东西 一旦进入了 有实实在在的肉身之上 它也就变成 实在了 就像很多人 鬼上升之后 这个人 实际上就是一个 人间恶鬼啊 一个人 已经自己的 灵魂良心都没了 自己的善心 和他的本意都没了 这个人 就是 人间的 最大的恶鬼 所以 我们的精神好了 我们的神魂 没有颠倒 我们在人间 做的就是 善良的人 当一个人 神魂颠倒 他实际上 已经如此 如此不可教授 实际上 他 已经在人间 作为 死归断灭了 他已经没有 人的良心 他跟活死人 是差不多的 你们看看 那些杀人的人 实际上 他哪像的人呢 他就是人间的恶魔呀 大家看过多少报纸上的消息 有多少杀人的魔王 还把他称为人吗 有谁把他称为杀人的人王 他是一个魔鬼呀 他是一个人王 所以他实际上 人的心已经没了 这种人 就是没有因果报应的概念 所以他在重阴的时候 他不知道 终有一天 他会被砍头 终有一天 他会被枪毙 他一切的逆恶之行 所有的权贿 都有报应的 所以他不能得逞 其自责 也就是说 他不会得到 他想做的 所有的事情 而他所行的 所修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的教 我们所说 自食其果 实际上 一句自食其果 就是因果报应 听众朋友们 实际上 我们做人 有何所禅 而不畏乎 乱天下 而获人类这 必自知 使义 也就是说 你整天的 给人家 运来灾祸 整天的 在天底下 做坏事 叫乱天下 而获人类这 经常的 去残害人类 你必自此 使义 也就是说 你最终的结果 就是你 最来的结果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所做的 恶事 一定会有 恶报 为什么 为什么必自此 使义呢 开始一样 也就是说 你做坏事的时候 这个开始 你最终受报的时候 也就是你做坏事的开始 那个时候 所经后说的果报 那是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叫 必自此 使义 所以我们要劝人为善 诸子之免君子 无所谓而为善 独步律 小人无所谓 而为恶业 我们要知道啊 要帮助君子人 多做善事 要多串君子人 多串善良的人 做更多的善事 但是我们很多人 没有顾及到 小人为恶 我们更应该 串导那些 无顾虑自己的小人 他去做恶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有因果报应 所以希望大家 多劝劝君子人 也劝劝小人 不要去做 为恶意啊 好 听众朋友们 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的这个白话佛法呢 谈的因果的 又到这里结束了 但是呢 每个星期呢 台长都会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 半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下次呢 继续给大家 谈因果报应 其实因果 如影随形 谁也逃不掉 谁也赖不掉 它像形状一样 它像一个 在被你的身影 所直射出来的 阴影一样 永远伴随着你 你迎着太阳走的时候 这些阴影就没有了 当你迎着阴暗的角落走的时候 折射出来的就是阴影 所以希望大家迎着太阳走 希望大家心中充满着阳光 充满着喜悦 充满着佛的佛的佛光 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普照着大地 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直射着大地 照亮每一处 每一个角落 好听众朋友们 学佛修行 贵在坚持 我们一定要坚持 好好的学佛学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 人生无常啊 我们要懂得 珍惜人生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